它做出来就要长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后面总共有4乘4 其实这个后面都是同一个压子 只是说它做了一些什么呢 做了一个滤信 里面放个压子这个字 那也就是特别注意我上礼拜讲过 只要是后面是点TIF的副档名的话 那这个就是完成的参考档 OK 不过你们存档的话记得是存了点PSD 那点PSD在Windows里面没有预设的程式可以开启 你一样要拖拉到这个灰色的地方 它才能够打开 这个可能 或者用档案里面开启旧档 方式把它打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提供给我们三个档 第一个档是PSD01的这个 这个第一个档 然后它是一个压子 第二个档的话是一个压 Ctrl-加号放大一下 就这个压子 但是因为它解析度蛮低的 它这个解析度的话 基本上你会把Ctrl-加号放大 它这个里面就变锯齿状 不过你会发现你把它移到这边来 它也是有锯齿状 有没有 OK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这个压 第二个是这个压这个字 第三个是一个空白的档案 那这个空白档它做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它要我们把它放大 所以它这个大概会提供给我们四个档 那我们大概接着来看 就是这个题目里面要求我们做哪些动作 请各位也许先把题目稍微了解一下 它完成的档要跟这个完全相符 然后其他的话它做什么 开启图片档这个PSD01 01是哪一个 就是这一个 那特别注意 它现在的尺寸它要我们做调整 实际上第一个它要考什么 你会不会把原来不是宽800乘800的像素 那我要怎么把它调成800乘800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目前的解析度是多少 我怎么知道 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显示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预设的条件 你会发现它预设是用文件的大小显示 也就是这一张图大概占了7.32KB 所以其实蛮小的 但是我现在想要知道它的尺寸的话 这也重要 请你把它改一下 比如我想知道这一张多大 显示的地方显示它的尺寸 但是你会发现它显示的是1.76公分 是在72PPI的状态下 可是问题它这边显示像素 所以特别注意 我要把这个像素改一下 这边有一个可以修改 这个改成像素的地方在哪 编辑里面有个编号设定 编号设定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什么 应该是它的单位 其这个尺标 它单位现在是公分 我要把它改成像素的话 怎么改 这边编辑里面编号设定 记者 这边有没有 单位 它这边是用公分 请你把它改成像素 像素之后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请看一下 下方 这个 你会发现 本来是多少公分 现在就变多少像素 按确定 所以第一个题目是说 它给我们是50乘50 也就是说 从这边到这边是50个像素 那什么叫像素 讲白话就是50个点 也就是说 当然你可以按卡作家 放大之后 其实它就是从左边到右边 刚好就是50个方块的正方形 从上到下也是50个 这个像素当然是有颜色的点 但目前它要我们怎么样 把50乘50改成什么 改成800乘800 宽800 高800 OK 然后再来做什么 再来就是要 我们把这个效果给做出来 也就是把那个鸭子 这个鸭子 帮我潜到这个空白里面 每一个就放一只鸭子 所以你会发现 这鸭子的尺寸多少 我们一样把它改成显示 改成什么 改成文件的尺寸 你会发现它刚好是200乘200 所以200乘200 刚好放过来 800乘800 刚好就四个四个 所以特别是 如果你尺寸没有调整的话 你要放过来 是绝对放不下 因为它原来的尺寸是50 那我要怎么样 你要刚好把这个尺寸改成800乘800 OK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要把那些图放进来 再来怎么样 再去做那个光谱的效果 就是 有点像刚刚各位可以看到的这张图 有没有 这边有一个光谱的漸层 好像一个律器在前面 这要怎么做 最后的话还要把压这个字怎么样 这个字 移到它的这个正中央把它放大 开始 请各位先稍微了解一下 先把风秀环境打开 然后再把我们需要的104练习 记得一定要解压出 那再开启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04期要怎么完成 我们试试看 再来我们做什么 把那个影像的尺寸 调整为800乘600 OK 所以第一件事 800乘600怎么调整 讲这个之前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说 刚刚有同学就是 那个要拖拉 比如说像104 只有同学这样 这个我刚刚拖拉OK 可是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不OK 有没有 它会出现一个 这个禁止的一个符号出现 放不下去 为什么呢 其实关键的地方 就在这里 其实你看一下 这边这个点字IP 意思就是说 没有解压缩 所以不能够拖拉到里面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怎么办 你记得 一定要切到前面去 先把这个 不要直接点两下 点两下打开 打开什么 它其实没有解压缩 只是说你进到压缩档里面而已 记得一定要按右键解压缩 就才可以 那这边注意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发现 像期末考试 如果我们期末考试 就是 当然你记得考试的时候 就不要问我怎么做 反正你就要 我就给你题目 你就要把答案给我就对了 至于那个步骤 你就要自己熟悉 OK 这可能要稍微 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 那再来我们第一道题 如何把它解析 把它的50x50 改成800x800 其实非常简单 这边就有功能 有没有 影像尺寸 怎么改呢 很简单 把50x50改成800 底下它自动会改 因为两个是连动的 按个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就改完了 怎么知道有没有成功 其实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下方这边 800x800 没问题 也就是说 这边到这边是800 本来是50 这边的话也是800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放 把那个压子放过来 可是问题来了 压子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鸭子 这个鸭子看起来有点可爱 但也有点讨厌 眼睛太大了 怎么办 如果在这题目里面没讲 我只是说想要把 眼睛缩小的办法 比如说这只能讨厌 眼睛太大了 我想把它缩小 其实你就会用滤镜 这边不是有滤镜 这边注意 你们等一下可以自己玩 眼睛怎么缩小 这边有个异画 异画呢 这边有个收容 收容是什么意思呢 眼睛太大了 把它在这个中间点 点一下 收容了 够小了 这边不一样大 点点点点 小眼睛呢 可爱吧 OK 所以其实 你可以 好 应该知道我也是 另外就是说 如果你可以 可以 可以让它恢复的话 你可以取消掉 又恢复了 其实没有按确定都不算数 记得从异画 如果眼睛要放 如果你觉得 他眼睛不够大 怎么办 没关系 这边有个膨胀 有没有 膨胀怎么做呢 再一次 点点点 嘴巴也可以啊 OK 所以其实 你也可以拿 一些照片 来做修图 如果你要 该哪个地方要大 就用这个 要哪个地方要小 就这个 所以其实都可以做一些 其他还有什么呢 笔刷的大小 可以调整 压力 可以调整 密度可以调整 频率可以 这些都可以调整 你可以调整得非常细 OK 所以 提一张照片 真的可以骗人的 OK 所以如果你希望 做一点调整 这边提很多功能 我只是举个例子 从滤镜里面的异画 就可以 当然不是只有异画 还有很多 底下一堆 这些都是特效 所以为什么 Photoshop可以做出 非常多的效果 主要就是用这些特效 放在应该放的照片上 做出某些 可能本来不是 那个相片上面的效果 你可以把它做出来 OK 后面的题目 也会用 第二类的题目 主要会用这个滤镜 OK 这一题没有要用 我只是举例子 可是问题 我怎么样可以把这个图 放到这边来 而且放16张 第一个 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过 你可以把它复制过去 可是问题 Ctrl A 还记得吧 Ctrl C 然后再到这边 Ctrl V Ctrl A Ctrl C 是复制 Ctrl V 是贴上 可是问题来了 这边只有一张 那怎么办 Ctrl C 再怎么样 Ctrl V 又一张 可是问题来了 你这样要怎么样 一直Ctrl V 要贴 要贴 而且要移动它 为什么 有没有 要做 这个图层 图层的部分的话 OK 然后这一张好像还要再过去一点点 OK 那当然你做好一个 变成你可能还要在哪 想说 老师我做四个 你就把这几个 干脆四个变成的 连结在一起 然后一起复制 一起再一次 再一次 可是问题 这样还是要做很多次才能完成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要做出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你必须把那十六个 就是把一张鸭子变成十六个鸭子 所以这个方法不OK 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 其实你这边可以用什么 用一个编辑里面 有一个所谓的填满 填满里面的话 它有个功能 比如说我今天要填满 填满的 之前有用过编辑里面填满的人 填满里面有填颜色 另外它可以填什么 填图样 也就是说我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鸭子当成是一张图 帮我把它填过来 它就自动帮我填满满的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做 怎么做 如果我不是用复制贴 我要快一点的方法 其实你可以一 编辑里面有个定义图样 把这个鸭子定义成一个图样 按确定 二的话 请各位切到刚刚这张图上 利用编辑里面有个叫什么 填满 这可以说 填满的时候 我们填满就不是填颜色 你会发现一个关键的地方 就是会有一个填满图样 因为我刚刚有把鸭子定义成一个图样 所以理论上我可以在图样里面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鸭子的那一个缩图 鸭子有没有出现 鸭子就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别注意 你如果要让鸭子跑到这边来的话 首先要定义那个图样 再利用编辑图样 把那个鸭子给找到 找到之后 点它 按确定 OK的 有没有 应该会比较快 不过如果你不会自己购的话 你就连顾事贴切 一样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没有那么有效率 第一个 鸭子已经过来了 再来它做什么 把鸭子填过来之后 再来的话 把PSD01-2这一张 贴过来 然后十倍 其实02是哪一个 鸭子这一张图 这张我们把它把它减 编 缩小 它其实原来这么小,它希望把它贴过来,放中间,然后变成像这样子,有锯子状,特别是保留锯子状 怎么做呢? 请会先试一下,第一步先把这个鸭子填满好,记得定义图样 然后再把用编辑里面的填满,填满里面找到图样,把鸭子填进来 Ctrl-A,C,这应该很简单,跟这一样,Ctrl-A是全选,Ctrl-V就贴上,压着字就过来 再来的话,请问说要把这个字太小,放大10倍 可是放大10倍会有一个问题,它会有个锯子状,就变得像这样子,字有一个点一个点的像素 可是在Photoshop,其实它太贴心了,如果把它放大的话,其实你可以用编辑里面有个任意变形 上个礼拜讲过,或者你记Ctrl-T,Ctrl-T还蛮重要的 然后把这个锁起来,把它变成10倍的话,记得100%变成1000,所以加个0就可以了 因为有锁,所以它的W就宽,跟高都变成10倍了 但是特别注意,最后请你记得,一定要怎么样的把它打勾 可是你会发现,现在锯子状是OK的 但是你如果打勾之后,你可以看一下它会变怎么样 它会很贴心的帮你怎么样 因为锯子状看起来不是那么OK 所以它会把那个锯子状,因为我刚好有效果的条,编辑里面 预设值好像是帮你做什么呢? 把你的边缘做平滑建成 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刚刚把它Ctrl-T,把它做10倍大 这边记得要锁起来,否则它变你要调两次,然后最后打勾 它会怎么样?有没有发现,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 它太贴心了,它帮你怎么样?把那个锯子状的马赛克效果把它变平滑了 可是问题,吉布是不是要你这样做?好像没有,它希望你保佑 所以这边注意,我把它Ctrl-T,自己复原一下 记得,你们如果要做这个效果之前,请你在编辑里面的偏好设定 把它一般的地方改一下,改这边 影像内插补点,其实为什么会平滑?它会帮你自动补点 补的就是说让它好像很平滑 可是实际上要不要?不要,所以保留硬边就可以 这边要保留硬边这个选起来,按确定 记得不要改,然后我们再Ctrl-T 所以不改的话,拿这边锁起来,这边改个0 最后打勾看看,OK 这样就OK了 最后已经接近了,最后还有一个 这边的话,如果要做这个效果,怎么做? 特别注意,最后我们如果要把外面做一个效果 题目里面它是要我们做什么呢? 它说在背景涂层上新增一个涂层,然后填满灵形的光谱建成 接着将这个涂层,颜色设为这个颜色混合,不透明 最后要长得像什么?像题目要的这个效果 这个要怎么做?基本上主要是用到 这边有一个工具,叫什么?建成工具 把这个建成工具改成什么?改成叫做光谱 所以你点下去,这边有个叫光谱的,就这一个 光谱之后还要选什么?选另外一个 这边有个菱形,这边再选择它 选完之后,我做一次给大家看,就是一、二、三 再来的话,就是把什么? 因为我要菱形的,所以怎么样菱形刚刚好? 其实你可以试一下,由外往内 我们现在不知道,不确定,反正就先拉一下看看 这样子,一个菱形出来,可是问题它现在已经被盖住了 那怎么做?它刚刚的题目有提到说,要把这个涂层变成只有颜色 因为一般是这样盖住,你可以把正常改成颜色 颜色在哪?倒数第二个 有没有发现?有点接近,我看一下啊 这样结果会不会OK呢? 好像有点接近了,但有个问题怎么样? 外面好像,这边应该是,这个红的好像要更外面一点点 所以这个效果应该是要把这个菱形再往外推一点点 让它应该到这边 所以理论上,刚刚那个菱形应该差不多到这边 这边的一个菱形 所以要怎么样刚刚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其实主要可以 要做刚刚好,Ctrl-O,Z 你自己复原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感受简,把它缩小 然后从里面到外面,拉到外面这边一条线 垂直的一条线,放开,刚好切这边 就我刚刚画出那个菱形 从这边到这边,然后你再把这个正常改成颜色 有没有,像我就很结,我看一下是不一样 有 已经很结晶了 大概是这样 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怎么样?鸭子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鸭子这个图层已经被盖掉了 所以这边可能要先新增一个图层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待会我们先下课,待会再把后面的部分完成 这一题大概就先讲 等一下会做一个变化 刚刚的部分,如果你光辅直接放在鸭子的涂层的话 特别注意,涂层会被盖过去 那什么叫涂层? 就是说那一张图,它有点像一个很多层 一层一层的图,所以越下面的 下面又会被上面盖住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被盖住的话,有个方法 一,你可以在这边先新增一个图层 那怎么样新增图层? 特别注意,请你在图层的右下角 看到这边,这个是三除图层 垃圾桶,这个是新增图层 那请各位,一先在这边新增一个图层 有没有? 有没有?建立新图层 把这个图层名称改成什么?光辅 也就是我今天把这个图层的名称做变更 点两下就可以,这边叫光辅 OK,Enter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 把刚刚的动作再做一遍 一,建成 二,找到光辅 三,改这个所谓的灵形 然后从里面一直往外拉 大概差不多到这里吧 因为这个只要接近 今天要的效果就可以了 你可以签过来看一下 好像到这边,这个眼睛到这个眼睛的中间 大概差不多 接下来的话,最后再把这个正常改成颜色 这里面你会发现就OK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Ctrl加,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是我做完的 跟最后你比对一下他完成的 你会发现有没有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好像是,他这个完成的 并没有受到后面的影响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做出跟他一样的效果怎么做 请特别注意,他为什么会被影响 关键在这里 他在他的下面 所以呢,上面有一个滤镜 他在滤镜里面,你看到一定会影响 所以怎么办呢?如果你要不被影响怎么做 很简单 你把这个涂层怎么样 往上移动,放开 有没有发现,效果就出来了 特别注意,这个涂层的概念非常重要 也就是如果你Photoshop里面不懂涂层的话 你可能很多效果是做不出来 或甚至是做错的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也就是你新增的涂层,它会帮你新增到最上面 记得把它拉到下面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完成了这一题 另外的话,请各位这一题把它令存党 令存心党 这个部分的话 也许你就把它存成叫10 今天104 104A1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的话,请各位做个变化题 那变化题的效果 不外物一,不要用鸭子 用什么? 你可以找一个猫,找一个狗 找一个你喜欢的动物都可以 假如说我们今天找一个什么? 我选择猫好了,OK 上个礼拜也是猫 这礼拜也是猫 你自己找狗也可以,找其他动物你喜欢的 然后这一张好像蛮萌的 OK 又是这一张 好,换一支好了 这一支 这一支好可爱 可是这一支要去背 你自己找 因为到时候要把这个背景给去掉 而且它的扶须 这个真的太难去的 算了,我先找一个简单一点 就这一张 这个要去背比较简单 而且要做调整也比较容易 那我就把这一张一样做令存心党 然后把它放在桌面上 这样子的话 把它放过来会比较OK 这个就是猫 然后你就把 但是它的尺寸不OK 我们把这些在资料中开启 那怎么样把它放到Photoshop 很简单 你就拖拉 我刚刚之前讲过 这个把它拖拉过来放开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的状况 你把它放在这个图里面 你会把它放在灰色的区域里面 接下来注意一件事情 它的解析度有没有发现 630乘上422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要把它填满到另外一张图的话 所以你特别注意 要怎么样刚好 第一个也许你要先修整它 然后它的什么呢 它的大小 可能你要考虑到 未来你放过去那一张 刚刚要整除 每部分没有整除 变成说你将来放过去那个图样 它会变成切一半 所以特别注意这张图 也可以在调整它的大小 调整完之后的话 另外这边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字改 它不是猫 不是鸭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图层怎么样 按删除 把它放到这边 把它 把里面的字给清掉 也许换个字吧 也许叫猫 把这个字打上去 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输入文字工具 在上面改个字就可以了 而且你先试一下 请各位先把刚刚这个部分完成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个变化题 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其实你不见得可以 不用重开没关系 你可以尺寸变化一下就好 变更尺寸也可以